OK我们来看一下1.2的部分 这个是声音的传播 像我们知道物体振动就会产生声音 那我们这个闹钟那边敲的声音 为什么会传到来我的耳朵这边呢 所以这个就是要看一下 到底声音是怎样的传出去 往外传 所以这边呢他就先介绍一个叫波的一个概念 这是你们初一初中初一 他刚刚开始他就介绍一下波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叫水波 你水放在一个盆里面 就水槽里面放水 在你不要去碰它的时候 那个水面就会很平静 所以如果你突然间用一支铅笔的笔尖 去碰那个水面的话 那个水面呢就会形成水水波对吧 往外传 OK 所以同样的一个概念哦 这个声音呢也是用波的一种形式 像这种水波的一个形式往外传 那他的另外一个例子呢 就是这个不是水吗 你会讲水是水吗 这样声音是声音吗 这样声音是不是也是波的形式 那他就给你看咯 这样声音就看不到咯 对不对 这样怎么办呢 他要怎样让你可以看到声音在震动呢 他用火 用蜡烛 然后呢 如果你的家 那个电脑有speaker 那种很大力那种 我们叫subwoofer 很大力的那个 很大力的这个 这个 喇叭的话 那个蜡烛放在喇叭的前面 然后呢 你播一些比较大声的声音 那你就会看到 当然你不可以有风 你不要有那个环境尽可能说 没有风的情形 火应该是很稳定的状态 然后突然你见你播那个声音 大声的声音 你会发现到那个蜡烛呢 就会晃动 你一停那个声音 那个火又 又变成没有晃动了 所以万事万灵 所以这个 就是告诉你 这个其实啊 那个声音呢 会造成那个空气呢 在震动 这个所谓的震动呢 我们就叫它声波 那这边就有讲到了 声波跟水波呢 就传播很类似啊 总之我们声音呢 是以这个波的形式 从声源震动往外传播 那我们就叫它声波 那其实它是 你可以看到 那个喇叭 它是左右的震动 左右震动 摇晃 然后呢 就可以产生声音嘛 那你摇晃的时候呢 就会把那个空气给挤压 挤压 所以它有一些部分呢 就是我们叫做 被挤压成很密的部分 然后有一个部分呢 就比较疏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就叫它密书密书 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把这个整个的震动呢 往外传 所以变成了所谓密书密书的形形 这个呢 我们就叫众波 什么是众波 首先我们就要讲到 波其实是有分成两种类的 一种叫众波 一种叫横波 像水波的话呢 其实是属于横波 那什么是横波呢 什么是众波呢 详细我们会再出山再上 但是我可以 先讲一下 你可以把它们 你可以用一根弹簧 你把弹簧拉成 拉直了之后 如果你上下摇晃的话 你就会看到那个 上下摇晃的波 这种我们叫横波 那如果你是 沿着这个线呢 打横这样子震动的话 你就会看到有密书密书 这样子的一个弹簧 所以这种密书密书 这样子的波呢 我们就叫众波了 OK 所以众波跟横波差别在那里呢 众波它的粒子震动的方向 跟波所传入的方向呢 是平行的 怎么说呢 就是我要往前传 我的震动是前后前后 这个就叫众波了 如果我要往前传 但是我左右左右摇动 那这个就叫横波了 OK 他们讲 众波是毛毛虫 横波是蛇 谁想出来的 还不错 就毛毛虫是这样子 缩了又出 缩了又出 这样子来往前动 那个叫众波了 横波就是蛇 蛇是左右摇晃 好像也注意 谁想出来的还蛮不错 OK 好 谢谢你的 例子 OK 好 很好 我要把它记起来 毛毛虫是横波 毛毛虫是众波 蛇是横波 OK 谢谢 OK OK 过后呢 我们的声音 不同的介质中传播 声音要传出去 我们讲说 它以声波的一个形式传出去 那它需要介质 对不对 我们一般上是在空气中 如果没有空气 可以不可以 所以这个呢 它就给你 做一些实验呢 就是说 让它 让你在 在坐纸上 你的耳朵贴在坐纸 然后另外一个同学就敲那个坐纸 OK 然后呢 再来的是另外一个是两片 铁板 放在玻璃 放在玻璃缸里面的水里面敲剂 你又可以不可以听到 所以结论啊 我们你有兴趣可以自己做 不过我们直接来讲结论 和气体一样啊 固体跟液体呢 其实也可以传播声音的 所以呢 这些传播声音的物质呢 我们就叫它介质 所以简单来讲呢 这个声音要传播的话呢 它就需要介质 那如果没有空气 没有气体 没有液体 没有固体 可以吗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里呢 就有另外一个讲法了 真空就不能传播了 OK 那这个实验很容易看啊 就是 它用一个玻璃罩 把一个电磷罩在里面 过后呢 它把它的空气给抽出来 抽了出来之后 整个的过程呢 你会发现到 那个电磷啊 一直在动呢 你看它动啊 你不要觉得说 我偷偷的把那个电磷关掉 你看着那个电磷在摇晃 然后呢 你就听那个声音 OK 你就会听到那个声音 是慢慢的 越来越弱 越来越弱 整个的电磷的 那个摇晃的程度呢 还是一样的 所以最后呢 它又把它那个空气 给放回进去 然后过后呢 声音又会越来越大 所以整个实验呢 就告诉你说 空气呢 没有办法在真空中传播 所以它一定要有介质 你可以是固体 可以是液体 可以是气体 但是就不能说 完全没有 所以呢 在宇航员呢 在太空里面呢 他们不能说直接的 讲话沟通的 它必须要通过无线电波 给无线电波 然后 水中芭蕾 为什么他们在水里面呢 整个的动作还是可以一致的 因为 它在水里面 水可以传播声音嘛 他们是通过那个音乐的 有音乐 有那个声音 对他听到声音 他们就做这个动作 当然需要练习了 不过呢 也可以告诉你说 他在水里面 其实也听到声音 然后另外一个是技术人员 他要检查这个机器 他会用金属棒 就这样子贴着他的耳朵 这样子的话 他会听到比较清楚 什么原因 当然 后面呢 我们有解释到 固体其实传播的会更加好 固体的传播的能力更加好 我们来看一下 怎样讲好呢 我们看一下他的速度 声音传播有没有速度呢 其实是有一定的速度 就是说他不是你想象中这么快 你不是讲说 我们每次看人家拍手啊 什么的 这边拍 那边我听到声音 那个是因为你们很近 如果像很远的话 像伞雷 我们就每次看到雷 看到伞了之后 盖耳朵 声音没有的 你一松开手 他就来了 那个声音就很大声 对不对 声音的传播 跟光的传播 有一段的差距 对吧 所以声音呢 他传播其实相当慢 所以如果你距离一长 就差不多有差个两三秒 这样子 他的速度呢 我们来看一下 没有风 干燥 温度在15度的时候 他的每秒钟呢 可以传340米 如果是20度 就变成更热的话 他会去到343 也就是说温度越高 他可以传播的速度呢 就越大 OK 因为他的这个 那个震动呢 比较 温度比较高 震动比较大 这样子 所以变成了 他传播呢 会比较快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数据 其他的物质 像钢的话 可以去到5200 木头可以去到3300 然后软木的话 去到500 水 海水的话呢 1500 纯水的话 1490 所以空气的话呢 343 所以整体来讲 你可以看到的是 固体的 会比液体来的快 液体的 会比来的 气体来的快 那你就会讲 老师 软木 不是固体面 为什么比这个水来的慢 因为软木里面 有很多的空气的 他其实空气占了大部分 所以为什么呢 他的速度呢 就是比这个液体来的更慢 所以整个整个整体来讲 我们简单来想 你就讲他说 固体的这个传播 是最快的 液体排第二 气体排第三 整体的一个一个 不需要真正的 很详细的数据的话 你大概这样子记就好 OK 所以如果我们有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如果有一根长管 里面 我在一根 很长很长 足够长 那我在一端敲一下 你在另外一端呢 可以听到两声 两声 为什么 因为 钢铁传过来 5000 速度很快 第一个 你听到的是 钢铁那边传过来的声音 过后呢 空气那边又传过来吗 对不对 所以空气那边又比较慢 所以空气呢 你就听到第二声 如果今天我问的 这个场馆里面 还要装满水的话 你就会听到三声 因为水那边传在第二声 空气那里传在第三声 OK 这个我们也是常常 考学生的 一个装满 装满水的 那个 铁 铁管 那个敲了一下 你会 在另外一端 足够长 为什么要足够长 我再解释一下 你看啊 我们的耳朵 如果你很近 我们分不住差别的 我们的耳朵 能够听出差距 你至少要 差个半秒 所以如果你很 那两个声音 很靠近啊 你普通人 听不出来 他的这个时间差 就差个半秒的话 你就听得出来 你就会讲到 这个好像有 time delay 这样子 有没有 我们最明显的 就是那个 我们看戏啊 电影啊 跟他的声音 如果差个半秒 你就会觉得怪怪的 那么那个嘴唇 唇形跟那个 讲出来的声音 好像不一样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的耳朵 能够分辨的 大概要差个半秒 这样子 你才听得出来 OK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 都会讲 有足够长啦 就是说 他足够长 让你可以 听出那个 声音跟声音 之间的那个差别 OK 所以 大概 大概呢 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龙毛 用 最后 你 无论